多少分呢? 我想給自己一百分呀!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大成功 Yeah! 我是Mira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不相信 其實我是一個會煮食的人 我是說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是不相信 他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煮 甚至是不懂煮 但是呢 怎麼可能呢? 因為一個人住了幾年的時間 還有大家都有看過我煮食的影片 感覺也挺好吃 但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通常煮的都是很簡單 而且都是一些比較 我覺得是港式的東西 可能是肉炒菜 然後菜炒肉 然後有個飯 然後我是比較少煮韓國的食物 那對上一次煮韓國的食物 就是1月1日我煮年糕湯 是我第一次煮的 也挺成功的 所以試隔了幾個月 今天忽然間很想煮韓式的大醬湯 但是呢 我又不太想叫外賣 因為我目前還沒吃到一間 我真的覺得很好吃的大醬湯 然後叫我買東西 我又要等一小時 然後又要買滿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就要來挑戰自己煮韓式大醬湯 好緊張啊 其實我在很久之前 在香港家的時候 幾年前 我猜是 然後我也試過煮的 但是就非常失敗 味道是完全不相似的 到我後來找到的原因 就應該是 我放一些材料不夠足 我已經上了Youtube去找食譜 然後也是一樣 都是去看這個白中原的食譜 不知道我覺得白中原這個廚師很可信 很可靠 那事不宜事 現在呢 就馬上開始了 好 剛才呢 我已經準備了所有食材 那現在呢 就要煮湯底了 湯底呢 就要用兩個材料去煮的 分別就是這個 Tashita 昆布 那韓國呢 就很容易可以這樣買到 幫你預備好 一塊一塊 那你就不用自己再處理 你就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這些 蹄魚 那也是非常之容易買到 因為韓國的料理 基本上什麼的湯底都要放它 那賣回來之後呢 將它的頭和內臟這樣 弄走它 然後剩下身 然後呢 就可以全部放進湯裡了 把蹄魚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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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布的話 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放兩塊 所以我都放兩塊 然後開火滾它 就等它滾 滾到出味了 我都不知道 對啦 我想說呢 我現在滾這個蹄魚湯的時候呢 我才發現原來白中原的菜單 裡面是沒有這個步驟的 它是直接用洗米水 以我所知啦 然後很多人都會先熬這個湯 然後是會鮮味一點的 所以這個步驟我就沒有跟它了 這個步驟其實不煩 但是久了 要煮大概是15分鐘左右 但是如果是爛的人 其實市面上也有買很多味精的 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味道 而當中呢 就是有蹄魚的口味 所以爛的人就可以直接放那些粉 當然味精就沒有那麼健康 既然都是要自己煮 所以就直接找真的蹄魚來調味 那現在看到呢 水顏色就開始變黃黃的 就應該可以了 然後我都煮了15分鐘 那現在呢 就把裡面的炸拿走 就要點水 好了 現在換了第二個鍋 然後呢 就可以放大醬下去了 我先放一匙 我覺得如果不夠鹹可以再加 但如果太鹹就夠不了 然後呢 就這樣 溶下去 很期待啊 以往失敗了我的經驗 真的 覺得煮大醬湯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呢 剛才我偷偷地試了那個大醬的味道 我發覺跟我以前吃的那個大醬的味道 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呢 你選擇用哪隻大醬 其實都很影響你的湯好不好味道 因為剛好這間店 它寫著 但以往我買的那個 它寫著 所以我覺得是有影響的 你呢 可以把一些難熟的東西 放進去 即是這些蘿蔔 放你喜歡的份量 然後脆肉瓜 想吃多少就放多少 這個金菇 然後放適量 我覺得 洋蔥 我覺得可以也放了 其實沒有所謂 我覺得 看你喜歡的菜 如果是軟一點 就早一點 放了 喜歡它生一點 會再放了 那些東西很隨意 它已經滿了 好 然後呢 要放一件東西 就是 蒜末 我發覺韓國人的湯 幾乎 99%一定會放蒜頭 你可以自己買蒜頭回來切碎 或者韓國很多這些已經切碎了 不過要留意 它切碎了 通常都是有調味 都會是偏鹹的 就留意鹹度 然後就放一根 因為我是很喜歡蒜的人 所以 放一大根 怎麼辦 我覺得它好像 要滾蛇 謝謝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地煎會髒 所以我還是變回廚房做 我發覺 其實我這次的食譜 我不是完全跟著白中原 因為食譜沒有放韓式辣醬 但是我記得 我看過很多個 做大醬湯的人 或者一些中的節目 都是這樣說 要加一點辣椒醬才會更好吃 我現在會放一根 其實份量真的是隨心 我想說剛才那個大醬 其實我一根是不夠的 所以剛才我再加多了一根 然後我才覺得夠味 將大過去 差不多 料理呢 做一吃就要有這個挑戰的精神 你才可以做出一些想像不到的味道 好害怕啊 但是這句話 我覺得顏色是非常之... 似的 但是味道是如何呢 我覺得... 似喔 然後呢 要一個辣椒粉 但是辣椒粉我不是用韓國的 辣椒粉 因為呢 之前呢 我是這個... 布達貝斯的時候 跟著... 因為他們最出名的就是這個紅辣椒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不同味道 的紅辣椒 回來 它有辣有不辣有甜的 我現在就會加這個甜 其實我剛才試過真的不辣 它是有... 有種辣椒的香味 然後一點都不辣 可以加多一點 或者其實是一個顏色來的 就是辣椒粉 然後剛才還有... 切了一些辣椒粒 放進去 我覺得差不多 然後呢 就可以加豆腐 它會不會寫出來呢 啊 怎麼辦 太多湯 糟糕 然後大量的蔥 雖然呢 這個湯呢 我就做了應該也有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跟我叫外賣 因為沒有分別 你所有東西是已經準備好了 切好了 其實呢 你簡單這樣滾個五分鐘就可以吃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韓國買菜呢 很麻煩 他們的份量全部都很多 但是你煮一個這樣的湯 一人份 其實可能就是用了四分一 五分一 但是你這些材料切好 然後放進冰箱 然後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 五至十分鐘 遇長一點 就已經可以煮好這個湯了 然後呢 推薦各位也可以自己在家裡煮 我也做到了 手殘一定會做到 我覺得只要這個Recipe是 就是盡量跟 然後不要亂加其他奇怪的 那我是因為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煮法 然後我是把所有的 混合在一起 我邊煮的時候 我邊自己試味的 是因為我很擔心 忘記說的是 我覺得自己煮大醬湯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 其實我是在外面吃過一個 很好吃的大醬湯 但是呢 我人生裡面暫時 只吃過一次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因為 首先它的味道 還有 第二就是它的材料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餐廳很隨便 它的材料很少 或者是它的湯又不夠濃 總之你就會覺得 差一點點 但是你自己煮的話 你的濃度可以自己調較 如果你想吃什麼料 也可以自己加進去 因為其實 這個是最普通的版本 有些人會加海鮮 有些人會加牛肉 有些人會加牛肉 像豬肉 真的 隨心而已 可以 自己做的好處 就是這樣 多少分呢? 我想給自己100分 不行不行不行 不可以這樣 我給自己 95.6分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大成果 耶 耶 這個大醬湯的料理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按按照我 記得追蹤IG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記得按下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怕拍錯我的最新影片了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那好吧 我現在先吃飯了 對上大好實體 影片再見 Bye